家有小儿,父母变得患得患失,既希望宝宝能够一期间长成大胖小子,又怕宝宝的超能表现是异常,于是父母经常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关注宝宝。 邻居大妈告诉我,我家的宝贝可厉害了,每天拳头转得紧紧的,还在月子里头就能昂起来,一看就是很带近的小子,以后可不得了。 就在一片公围声中,大妈接受了来自众人夜线的朝外,突然有人说,孩子过早抬头不是好预兆,可能是,这句话还没说完就被大妈喝止,见过不识句的人,还没见过如此嫉妒的人,大妈只差没有上拳脚公布了。 自从听了那话就像一根刺客在喉咙,大妈开始细心观察起来,宝贝依然每天精神头十足的样子,特别是洗澡的时候,身体蹦得直直的。 大妈把这个异常告诉媳妇,媳妇上网查了查,有一种自测的方法,被动操。 母子二人赶紧方式了事,用手倾握脚尖,往小腿方向贴过去。 如果阻力小于八十度,证明激张力正常,很可惜检测的结果不太理想。 这一下大家心里凉了半截,难不成宝贝真的有脑潭? 什么是激张力? 异常有哪些表现? 激张力分为三种形式。 在我们静止的时候,各部分肌肉放松,让身体感觉舒适,让人维持一种自我感觉舒服的姿势。 这就是静止激张力。 在我们站立的时候,虽然感觉不懂明显的肌肉活动,但人会变化各种形态的体肃。 这种叫自是激张力。 那么运动的时候,所需要肌肉做出的各种反应,就叫运动激张力。 但激张力异常的时候,婴儿的双腿会变得直直的,给人一种僵硬的感觉,严重的会出现大脑异常。 有一点异常想动,宝宝会出现较大的情绪波动,且满意平复,反正大家一眼就能看出不正常。 还有一种激张力不协调的情况,则表现为手足虚动,婴儿自为穿衣服困难,拳头不容易打开,换尿布也不容易。 特别是洗澡的时候,离开水面姿势,会变得分外僵硬,双脚交叉内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